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来了 爱车小分享 没有 我跟你讲 最近我遇到 布特斯拉变多了 变多了 Model 3变多了 好多 我在猜可能是 新款的项目 Model 3 有可能 我觉得最近 这个特斯拉 价钱有掉了 那个标题啊 特斯拉为何崩盘啊 不是都要这样弄才有流量 我现在很惨 要不然弄一下标题啊 逃命草 我后来发现啊 我来问价钱的很多都是2021年 然后旧插头 就是TPC插头 很多 然后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都是这些 我在猜有可能啊 我猜哦 我只猜测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旧插头的来问我 就是可能 他们自己挂在网站上 要挂很久 卖不掉 一定是这样嘛 因为特斯拉 他们自己有一个族群网站会买卖 对不对 这交易又没有税金什么的问题 所以其实 过户什么都很容易嘛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这个 我在猜测啊 新插头的可能 差没多少钱 可能比这贵一点嘛 因为2021年的最后一季 第四季已经有新插头了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 在自售的时候啊 新插头卖的比较好卖 那旧插头在那边挂挂挂挂 挂太久 他一定是挂太久 卖不掉受不了 他才会来问车商嘛 所以他也明了 车商一定会顾比较低嘛 因为他也挂久了啊 所以我觉得 我的猜测是这样 那所以呢很多都要来 来 估到我这边来 我们这台是一月做完 而且这就我们买到 而且我跟你讲喔 我买到这台车的大概 一个礼拜过后啊 行情马上再掉五万 你知道吗 所以你这样是买贵了吗 我买贵啦 然后过第二个礼拜 我告诉你更可怕的是 行情掉了快十万 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掉吗 很简单啊 因为我很少买这个车 然后我就直接问 有在买这个车的人 甚至不乏里面有 那个跟特斯拉签约 在手中补车的 通行 你知道可以跟特斯拉签约 然后特斯拉只要 他有客人有二手车 要估他就会找这些签约的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 特斯拉价钱呢 掌握是最前线的 隔一个礼拜问他行情 再隔一个礼拜再问他行情 这样五万五万的再崩 破口出来了吧 标题有了吧 有了有了 可以喔 好啦反正不管啦 我就买到了这台 2021年旧插头啦 那那时候喔 我跟大家分享啦 我那时候以为 因为一般旧插头 配备比较好 它窗框应该是要电镀的 对啊 殊不知 可是他在要改成新插头之前 有一批是先偷掉了 把一些镀铬都偷掉 然后轮圈也不一样 好不好 这个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其实最简单的分辨 就是他以前配备比较好 以前是镀铬的试矿 那后来 节省成本 懂得怎么节省之后 他就拿掉一些东西 应该是这样 我是听开特斯拉的朋友说的 我也不知道 那么我就不经思考 那这个旧插头怎么办 谁想买旧插头 我就问嘛 但你要买一台特斯拉 你会想买 2021年有 第四季就有新插头了 或是我买 22年新插头就好了 谁想买旧插头 因为旧插头 你只能回特斯拉冲啊 对吧 它这个插头叫做TBC嘛 TBC外面 也很少 民间的有这个规格 所以我就去查了查 欸发现 登登 呃 这个2020年的第四季 到2021年的第二季 这段中间的TBC规格 可以买这个转接头 特斯拉原厂就有在卖 而且阿呆你怎么买的 你最近怎么买的 他一定要有会员账号 就是 还要你要有车 他会先认证你的车 适不适合这个插头 可不可以用 对 要打车身号 你可以用 他觉得你可以用 你那个车身号码可以用 他才给你驾带 所以这个叫做CCS12TBC 它最多支援到250k瓦 所以这样推算起来呢 转接头可以支援大概500A 500A的大电流 欸这样还不错啊 我们这个你才30千瓦而已 对啊 它最多可以到250千瓦 所以代表 如果我要开这台车 我有这个 我在我们店里面就可以充了 好 而且如果你不是在这个2020年的 第四季到2021年的 第二季中间的这个车款 你可能还要回原厂去改 那个叫什么 ECU 不然你买了还是不能用 对 应该是听说啦 他在要改之前有换过啦 ECU啊 这个就是 刚好在要改成新插头之前 已经ECU有先换新了 提前换新了 所以这一段时间的才可以用 我也是听特斯拉的朋友说 因为我对这个车真的没有研究 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要试试看了 来这个买多少钱 我看一下 6600 6600 特斯拉原厂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试一下 要怎么使用 特斯拉怎么充电 我都不知道 还有第二个原因 我觉得特斯拉调价钱 有没有可能现在电车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便宜 越便宜然后越来越多了 对啊 你看那个 M7也出来了嘛 MG4也出来了嘛 那我觉得当然这跟苹果手机一样嘛 苹果有果粉嘛 特斯拉一定有特粉嘛 所以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特粉啦 他也许不想花那么多钱 他也想要享受一下 电车的加速 电车的方便 讲过一下充电生活 慢活嘛 充电很chill 有没有 在那边点个烟 然后充电跟车友聊天之类的 哈哈哈哈哈哈 类似这种慢活啊 比较chill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一定还是会对 这个特斯拉的销售是有影响的啦 因为毕竟以前 电车就这么多而已 以前真的就只有他而已吧 之后来慢慢有那个 Toyota嘛 Liv不用讲了 有这个 Toyota的朋友 Subaru嘛 好啦 反正就慢慢的 什么mini啊 菲亚特啊 什么就开始都有了 所以这个越来越多了 竞争越来越激烈 使得呢 我觉得特斯拉的价钱 应该是有 有风盘啊 我觉得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到时候 这特斯拉可能一个礼拜 要降一次价 賣不掉啊 好不好 好 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插头 我先把它打开 有个特斯拉的贴纸 有个封条 哇 这也是特斯拉 湿了就代表你拆封过了 好不好 哦 就这样嘛 就这样子 哦 这就TPC嘛 就叫CCS-1嘛 诶 它这个会不会被拔枪啊 等一下我们试试看看 充电的时候会不会被拔枪 试试看到 以前不是特斯拉常常在吵架的时候吗 被拔枪 就是用纠结果的拔枪 它的充电在那边是不是 充电在这边 好 来来来 哇 好大声 对啊 可是像我 我同学他们 跟探客不是都冲这个吗 他们是CCS-2嘛 对 好像马上是CCS-2 对 它是CCS-2嘛 因为CCS-1是我的TICON的啊 我记得 他们特斯拉新款的插头 是跟我的TICON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应该是CCS-2 好 反正就先插上去 诶 插上去了 然后咧 然后打开充电桩插上去 对 它那个口在哪 它去里面按 或是APP啊 APP啊 APP啊 出来按 你自己拍你的手机啊 我先解锁 开充电桩 好 开了 然后咧 插上去 对 诶 上去了 哦 有 它 刚闪了一下 沟通 他们在沟通 诶 有了 现在35% 然后可以充到21千瓦 我们这支是30千瓦的啊 诶 我觉得21算蛮快的 它有说多久充饱吗 你拍一下手机啊 你充电上去 好 两个小时 两小时 两小时 我们要不要等 雨小一点 不然就放着给它冲啊 两小时嘛 两小时后再回来 雨刚好停了 可不可以拔枪是不是 很可怕诶 你还拔 诶 拔不出来 啊 如果这个咧 我不确定 咋会爆炸啦 诶 诶 暂停了 充电暂停了 可以拔啊 代表可以拔嘛 它是锁的嘛 嗯 所以代表如果是另外一个人来按下去它就拔起来啦 啊 再充一次吧 可以拔嘛 刚雨真的 实在太大了 太差了 没办法入啊 那我们刚刚就是 有测了嘛 好像是可以拔的 对不对 对啊 这个不行 可是这边一按它这里就拔起来 这边有吸住这边没 所以应该是真的是会被拔枪 我以前有听说用转接头被拔枪 可是真的有不去拔吗 我现在真的在想 现在电动车出那么多 以后到底充电桩要不要变多一点 应该是要吧 我开台抗这段时间里 我几乎到公邮也好 或者是到百货公司那种也好 我真的没有一次次充电停车会有空 有啦只有上次过年有一次去给人家充那个B&W的位置 对 可不可以麻烦这个电车车有告诉我 像这种百货公司底下 不是会有很多什么保时捷的 B&W的 冰式的 到底它有挂这一些logo mark 我们别的车种可不可以去充 这到底有没有什么规范 有没有什么约定俗成的那种潜规则 因为我们不是开电车很熟的人 所以我真的对这个不太了解 当然它如果有写特斯拉专用 那我是觉得是有一定不行的 人家特斯拉用来要给特斯拉专用的 对不对 但是呢其实我去看过 像那个101下面的冰式跟B&W 它就没有说冰式专用 或B&W专用这样 我在想是不是那个专用两个字 那我也有去问过那个101 因为我们客人在101里面上班 他说基本上 他们就是把这个东西租给那个品牌 所以他们也不管 你不能说我去保时捷没位置 然后被B&W占光了 然后你跑去跟101讲说 欸它占我保时捷的位置把它赶走 它不会理你 因为它就是把那个空间租给保时捷而已 那至于别的车能不能创 那是保时捷的问题 它的意思是这样啦 好不好 这个我觉得 有用电车多年经验的这个观众朋友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到底有什么潜规则没有 好然后这个 我在想说现在电车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普及 充电桩 我觉得以后 有点可怕 因为现在已经到百万内了嘛 MG4都已经到百万内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会越来越便宜 好不好 啊对 充电桩有一个规范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这个是 它上面写的规范 它建议是照着做 它就说转接头要先插在充电枪上面 再插到车上 然后要确实的结束充电 就是从充电桩结束 车上的萤幕 或是特斯拉的APP 确实结束以后 再连同转接头一起拔起来 然后再移除转接头 建议用这个安全机制来操作 比较不会有什么安全上的疑虑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 这一次的特斯拉崩盘了 对啊真的疯反了 一个礼拜掉一次价 我怎么受得了 而且我们载车 我本来以为 我开市场最低价 比网路还要低价 比他们的网站还要低价 有些跑比我多还开比我高 我想说应该各懂 所以也是一样 所以就代表说 市场上一个 有人还在观望 第二个 他可能想要买 纳智杰啊 或者是想要买MG啊 也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你看哦 2021年到现在三年了 那M7跟MG4才多少钱 可以直接买全新的啦 可以买全新的啊 嗯 那不能这样比嘛 你不能拿一支HTC来比Apple说 HTC才多少钱 搭配门号啊 零元 你不能这样比啊 我讲这样对吧 好的确是不能这样比啦 但是我刚刚讲了 有一些人或许他没有品牌的迷思嘛 因为我也在思考啊 我们有一台那个 只有一年的BZ4S啊 我们店里也在卖啊 当时开价 也是全台湾最低价啊 我是最近没有在去查 我在去查一下 搞不好有人看我没有降 可是你看我也在想 MG4出来 N7出来 我那个Toyota的谁要买 但你觉得有要买 还是我们又要降价了 可是你要想啊 我是Toyota呢 Toyota怎样 我纳不好是不是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至少Toyota这个品牌是比较 历史比较悠久 然后它的这个妥善率啊 各方面 是大家比较有目共睹啊 有机可循 有潜力可循 对不对 至少它这个品牌的一个加持 我觉得还是有点用吧 诶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阿呆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先不要讲 MG4我们还没看过啦 好我们就以N7 我们看过的车展嘛 对 N7跟BZ4S 假设一样钱 一年的BZ4S 跟全新的纳字节 你会买哪一个 Toyota 你讲很小声 所以代表 那我先问原因 你是在你看过东西以后的感觉 还是说在你对于品牌的情节上面 你是哪一种 是品牌 Toyota感觉比较靠谱 那一样跟我讲的一样 一跟二其实你都有啊 品牌的情节嘛 第二个是你也看过实际的东西 是吗 还是没有 你只有品牌情节而已 我觉得品牌九成 品牌九成 一成是实际看到这样 对 其实我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 我的选择其实跟你一样 不是说我们有BZ啦 我们不能这样子 我们做生意不是这样子 这是良心话 天打雷梯刚下大雨 好不好 你不免一个雷打下来把我打死 我如果说谎的话 对不对 没有真的感觉是这样 第一个我也是跟阿大雨讲的 其实大部分会站在这个 品牌后勤上面 因为毕竟那些电车是新的 不是说它一定做的不好 而是对于后勤部分 我会比较担心 这是我 那Toyota它弄出个什么召回 又要补贴钱 又要送你悲剧 免费帮你召回更新 又怕你四处去宣传 它一个那么大的公司 所以一旦有什么问题 我们比较不担心被它丢包 我感觉是这样好不好 好啦 那讲了一大堆就是要跟大家讲 现在电车越来越多 特斯拉价钱是真的 在最近呢 在Model 3的部分 有稍微的往下掉了 那我相信如果你是想 最近想入手特斯拉的朋友 你到他们网站去 你就跟他慢慢等就对了 我相信 那些想要卖高价 应该价钱会慢慢的 如果他想卖掉的话 他应该要往下下修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按钮 喜欢我们这类型的分享影片 也记得帮我们按赞 下次见 拜拜